大延堡上頭開了過來的小慶 上頭的任務人是勒工教 開辦的勒工領袖大學 這情形本來學院教官書 今年因為說武漢議員 儘管那些情形大學修處 來採取視訊教學方式來辦理 當然給我們壓力等於是給我們動力 所以我們就跟陳大新主任來探討這個問題 當然新主任講說 好 那我們就踏入歷史的一刻 我們今年勞工領袖大學 就開始來有演技教學 最好領袖大學的選團記者會當中 就跟著王新基塔會的視訊 跟學員跟老師 來問你最好的總控器信和 現在學員對的課程全都在期待 今年擔任別工書的新台副教書 也希望學員學習不要重等 陳豐大學在過去跟 來自老公聚配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培訓了超過2700位的學員 不想他們在每一個崗位上面 都能夠接近所能 林修大學開班已經是第10年 對初開班到精英班上當時的關聯 他找到好老師和學員上誤 用的這個課程就跟局長來說 課程開班幾位人真有阿密 我們有資格上精英班的夥伴 能夠勇的能夠報名 也是在台南這樣歷史的一刻 共同來參與 因為我覺得是 勇無止境的部分 那學習可以增廣人脈 也可以得到知識 就可以增加你的 你的這樣的一個資源的應用 你今年課程中 共有四門課 有給教授 80名的學員 5月27號開始上課 今天本來的報名 主席是要有參加過 林修大學高級班 來給勤的學員 那邊詢問答應一下 新娘的拆訪報道